董教总号召在本月28号举行全国华团大会 反对华诞小介绍找一文字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提醒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凡事都需要顾及他人的感受 他认为董教总号召华团大会 岂有可能会引起马来人反弹造成混乱 董教总准备在本月28号召开华团大会 施压政府取消在华诞小的国文客 推行介绍找一字单元 首相马哈迪认为 全国华团大会可能会引起马来人反弹 最终马来人也会召开大会 讨论关闭华诞 马哈迪今天寻访2019年吉隆坡峰会的媒体事实 向媒体透露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国家 下场就是发生街头欧斗 国家随之就会涌现移民潮 尽管如此 首相还是认为 五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人民有言论自由 他不会阻止董教总召开华团大会 不过他提醒每个人 都应该对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族群 保持敏感度 教育部日前发布国小四年级 国文课本介绍找一字执行指南 董教总坚决反对 还抨击教育部的指南 与双方早前的会谈内容有出入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